福荣好好健康的人 怎么会猝死 作者黄轩 台中慈济医院胸腔内科技重症医学专科医师 2020年12月7日 昨天很冷 全台湾已经传出大约50几位病人猝死 担心在这么冰冻下去 也许会有破百人猝死 大家一定很好奇 好好健康的人 为什么会突然就走了呢 尤其是无心血疾病史 怪怪按时服药 也没有抽烟 没有熬夜 没有喝酒 猝死前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这些问题很常在临床上被问到 对呀 明明穿厚厚衣服饱满了 为什么还会猝死 我在急重症诊间处理这些病人 发现其实危机藏在个人的生活习惯中 而不是穿了多少件厚重衣物 一马上起床 冬季起床 应该赖床一会儿再慢慢起床 而不是一脚踢开温暖被窝 没有人和你比赛下床速度啊 你要知道 被窝里的温暖是救命的 不要忽然马上拿掉保暖措施 毫无防御下接触到冷空气 你的皮肤反应 就是赶紧收缩 你体内血管当然也会收缩 请确认在去除被毯之前 先加穿一件暖身外套 保住四肢和身体的温暖 二洗脸刷牙的时候 起床后 大家都会入浴室 请先打开热水和冷水浇合为温水 才进行洗脸刷牙 避免整个脸和血管被冷水急冻收缩 不要以为洗脸刷牙是局部冰冷一下子而已 浴室湿气重 又阴冷 最需要小心 散脱衣服的时候 冬天泡汤 洗热水洗澡是很舒服的 但不要忘了离开热水源时 身体光溜溜 皮肤上的热水珠突然接触到急冻空气 身体会瞬间陡颤不已 请记得把毛巾放在顺手可拿到的地方 马上拿到毛巾擦掉水珠 马上穿上衣服 冬天真的不宜脱衣服太久呀 似乎略耳根脖子 我看过很多猝死病人 死前完全没有保护耳根和脖子 请不要以为四肢身体有穿好就算保暖到了 我们的耳朵和脖子任风寒穿袭 两片薄 薄耳朵缺乏身体内脂肪可供增弯 脖子又集中了脑袋和身体许多细小的胶感神经和血管 多为个围巾和耳罩可以保护你 五衣服层次穿错 我有次急救一个心脏猝死病人 护理人员剪开衣服急救时才发现 他穿着两层T恤加外套 T恤外面竟然没有穿毛衣 其实 三明治穿着才正确 最里面是棉衣吸汗 中间是毛衣维持身体温度 外面才是防风防水的外套 如果穿错了 不能保留自己的身体温度 容易心血管紧缩猝死 六运动猝死 运动是好事 但是要认识自己的生理 最常见的运动猝死发生在 没有暖身突然运动 运动激烈后即停下高山峻林处于缺氧环境 或是正在做不熟悉的运动 平常我们在无运动的状态下 血液回流至心房 只靠静脉收缩就足够了 但是在剧烈运动时 心脏每分钟要输出无运动时的6到17倍 你的肌肉血流量 也是要增加超过25倍 遇到外面环境冰冷 你的血管会抵制 持续收缩 这时打回心脏的血流必定不足 就可能产生猝死之危险 猝死好发于深夜和清晨 除了晨运的人 大部分人猝死在家里 遇到冬季寒流笼罩时 我们要改变起居习惯 不要以为有穿饱满衣物就够 也不要仗是年轻就不在意预防 台湾猝死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而且发病年龄成下降趋势 还常发生在健康的青年 中年人身上 令家人伤痛无比 早安 爱家人 爱自己 天气寒冷 大家要注意饱晚 不要疏忽 舞动的心舞动的心双手和时双手和时肌肉肌肉 请转载给您关心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台湾已经传出大约五十几位病人猝死 担心再这么冰冻下去 也许会有破百人猝死 大家一定很好奇 好好健康的人 为什么会突然就走了呢 尤其是无心血疾病史 怪怪爱食服药 也没有抽烟 没有熬夜 没有喝酒 猝死前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这些问题很常在临床上被问道 对呀 明明穿厚厚衣服饱满了 为什么还会猝死 我在急重症诊间处理这些病人 发现其实危机藏在个人的生活习惯中 而不是穿了多少件厚重衣物 一马上起床 冬季起床 应该赖床一会儿再慢慢起床 而不是一脚踢开温暖被窝 没有人和你比赛下床速度啊 你要知道 被窝里的温暖是救命的 不要忽然马上拿掉保暖措施 毫无防御下接触到冷空气 你的皮肤反应 就是赶紧收缩 你体内血管当然也会收缩 请确认在去除被毯之前 先加穿一件暖身外套 保住四肢和身体的温暖 二洗脸刷牙的时候 起床后 大家都会入浴室 请先打开热水和冷水浇合为温水 才进行洗脸刷牙 避免整个脸和血管被冷水急动收缩 不要以为洗脸刷牙是局部冰冷一下子而已 浴室湿气重 又阴冷 最需要小心 散脱衣服的时候 冬天泡汤 洗热水洗澡是很舒服的 但不要忘了离开热水源时 身体光溜溜 皮肤上的热水珠突然接触到急冻空气 身体会瞬间陡颤不已 请记得把毛巾放在顺手可拿到的地方 马上拿到毛巾擦掉水珠 马上穿上衣服 冬天真的不宜脱衣服太久呀 似乎略耳根脖子 我看过很多猝死病人 死前完全没有保护耳根和脖子 请不要以为四肢身体有穿好就算保暖到了 我们的耳朵和脖子任风寒穿洗 两片薄薄耳朵缺乏身体内脂肪可供增弯 脖子又集中了脑袋和身体许多细小的胶感神经和血管 多为个围巾和耳罩可以保护你 五衣服层次穿错 我有次急救一个心脏猝死病人 护理人员剪开衣服急救时才发现 他穿着两层T恤加外套 T恤外面竟然没有穿毛衣 其实三明治穿着才正确 最里面是棉衣吸汗 中间是毛衣维持身体温度 外面才是防风防水的外套 如果穿错了 不能保留自己的身体温度 容易心血管紧缩猝死 六运动猝死 运动是好事 但是要认识自己的生理 最常见的运动猝死发生在 没有暖身突然运动 运动激烈后即停下 高山峻林处于缺氧环境 或是正在做不熟悉的运动 平常我们在无运动的状态下 血液回流至心房 只靠静脉收缩就足够了 但是在剧烈运动时 心脏每分钟要输出 无运动时的6到17倍 你的肌肉血流量 也是要增加超过25倍 遇到外面环境冰冷 你的血管会抵制 持续收缩 这时打回心脏的血流必定不足 就可能产生猝死之危险 猝死好发于深夜和清晨 除了晨运的人 大部分人猝死在家里 遇到冬季寒流笼罩时 我们要改变起居习惯 不要以为有穿饱暖衣物就够 也不要仗是年轻就不在意预防 台湾猝死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而且发病年龄呈下降趋势 还常发生在健康的青年中年人身上 令家人伤痛无比 早安 爱家人 爱自己 天气寒冷 大家要注意饱晚 不要疏忽 舞动的心 舞动的心 双手合十 双手合十 肌肉肌肉 请转载给您关心的人 闪亮的心 闪亮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